另外呢是最新消息 屏東市在下午所发生 立起国中宣集体食物中毒的意外事件 这是屏東市的治症国中 学生们一次在午餐 吃了不新鲜的火腿跟寿司之后 到了下午两点多 开始有人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 像是上吐下泻或者头晕等等 一共是有71位的学生送一集酒 学生表情痛苦 躺在病床上 虚弱的一点力气也没有 还有人拿着塑胶带吐不停 原来这些学生 可能吃了不干净的营养午餐 食物中毒被送进医院 你是发现哪里不舒服 有胰脂 肚子痛是不是 会不会想吐 就是 中午吃了什么还有印象吗 寿司鸡口 热狗冬瓜 会不会觉得味道怪怪的 热狗酸酸的 学生表示中午的营养午餐 有寿司 火腿 热狗 炒冬粉 鸡罐和鱼丸冬瓜汤 其中火腿和寿司 这两道菜吃起来酸酸的 一上课怎么在呕吐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老师就马上 就回报我们训导处 结果在发现 怎么越来越多的同学 午餐后 出现了呕吐跟腹痛的现象 那目前是还没有发现 所有腹血的情形 疑似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让学生在同一时间 集体呕吐 送医治疗 目前卫生局也采集 营养午餐样本 要带回去化验 查明学生 集体中毒的原因 这里新闻张春华 许全文SNG小组 评论报道